致散見 花生當飯食, 我們最積極 hkpena.com, 很突然, 我是蕭若元 大世界, 像舞台 我可唱由異國 風景看盡至今深 為何在宇宙外獨行 花生有 愛出酒 出遊溝鬼頭 窮遊也風流 回來了 我們終於起行了 其實我們第一站應該先去福克蘭 好像你剛才有船上的地圖 是不是on the ship 好像是 船上的地圖 其實你是去一個三角形的路線 首先第一站就是福克蘭 然後這裏就是South Georgia 我們首先講福克蘭 福克蘭眾所周知 其實就是那時 大卓爾夫人 其實就是花很大的勁 其實是搶回來的 本身就是 其實在他任內的時候 其實這個阿根廷都想 跟他爭的 跟英國爭的 其實一直都爭議很久 本身英國國內 其實就很多爭議 究竟值不值得呢 這麼遠 值不值得跟他死過呢 正正就是因為 最後大卓爾夫人 他就決定了去打這場仗 拿回這個福克蘭群島回來 令到我們香港人有些希望 那時 真的嗎 當然 既然你福克蘭那麼遠 去到這個差不多南極的地方 你都拿去搶的話 那香港你不會放過吧 但有些意義不同 香港背後就有我們偉大的中國 因為那時就見到這個鄧小平腳軟 甚至乎他下飛機的時候差點倒街 涉於老等的氣場 那我們就好運了 好了 福克蘭群島 為什麼當年英國佬 花這麼大的氣力 就去搶回來 值不值得呢 起碼去旅行的角度來說 值不值得去呢 其實就 值得的 因為都很有趣 這個地方其實除了那時候 戴卓爾夫人 1982年 是主動說 其實是不是他主動呢 因為那時候 阿根廷自己也有些問題 那時候他是軍人專政 那時候還有發動很多dirty war 等等 所以那時候 阿根廷國內 他也是民怨四喜 某程度上那時候 那個軍人 他說 我們就轉移國內的視線 所以就跟英國開戰 希望借著有個外敵 去團結自己的國家 轉移自己的問題 因為那時候他每天都很多示威 他也有很多學生 是說 這個政府到底怎樣怎樣怎樣 他又是令到一群學生 失蹤了 甚至是腦袋走 那些小朋友 所以現在 很多家庭 不能夠 即是那些 那些孫 那些祖父祖母 是不見了自己的孫 因為當時他的子女 是被政府捉了 那這些孫 就不知道流離所 那樣去了哪裡 所以這裏背後 他也有這個故事 但我們去福克蘭群島的時候 我們看到 整個事情是很英國的 我們只看這幅 這幅的旗 這幅不是正式的國旗 正式的國旗 就是後面這幅 其實有點像我們以前 英國的 港英旗 英籍的食物品 就是米字旗 在角落頭 中間這個 Logo 是不是就是這個 應該是 是 有隻羊 在船上 這個叫做 British to Core 有沒有故事說一下 這個 其實我都在街上拍 不過在街上 看到很多人 都是貼 例如英國國旗等等 都很忠誠 很忠誠 而且他們很明顯的取向 有得選擇的話 其實他們都是希望 福克蘭群島 是under英國 而是屬於阿根廷 因為其實 話說2013年的時候 不知道怎樣 又發起過一次公投 發起公投 到底是給阿根廷 因為那時候 就算是1982年 打完仗之後 他們之間的主權 都是繼續爭議不斷 阿根廷有阿根廷自己的說法 他說那個地方 不是叫福克蘭群島 他另外給了一個名字 叫做Maphina 好像是 後來2013年有一次公投 那些人全部都想是屬於英國 都沒有辦法 真的要死心 還有我們看到裡面的人 你問他 他都說自己是屬於英國 所以都很明顯的取向 就是民心所向 很現實 很現實 你說一句 你怎樣計算 文化也好 歷史也好 國家的富庶度也好 你怎樣選就選英國 對不對 你起碼從一個民權的角度來講 起碼如果你做這個 你現在叫做英聯邦 算是英聯邦國家 還是殖民地 他現在的情況 我想都算是殖民地 也有一個總督 有的 我當時有派一個總督去 當時我們參觀的Museum 我都問那個婆婆 其實他的總督到底是做什麼 沒有的 就是簽名和出差 其實他們有沒有投票權 如果我有機會的話 我再去幫你問 這個問題其實我想 在原則上 也值得一個激變 難怪他有公投 正正因為有公投 起碼超越我們當年 即是港英殖民地的時代 那個民權 對不對 如果你是有公投的權力的話 究竟你的投票權 是去到多少呢 公投去到2013年 都很後期 我們那時候是很淺 1980X年 還有我想他面對的事情不同 始終你 譬如他面對的是阿根廷 另外面對的是中國 其實很明顯 英國其實都是一個很實際的國家 他會知道哪些地方 對他有利和合作 某程度上 好現實說 香港都是一個棋子 無論對於中國也好 英國也好 他既然可以用香港的棋子 很多不同的情況 不過都幾無奈 去到其實都幾羨慕 尤其是我看到那些油桶 那些電話亭 嘩 真是很親切 我經常說 我看到你現在就拍了一張照片 是否一個民居上面的窗口 貼了出來 其實我想是一個 Message to the Traveler 應該是吧 即是一個對遊客說的話 貼了一個標語 他就說 這個絕對是針對 這個阿根廷來的人民 其實就是 對阿根廷的人民說 你是歡迎來我們這個國家的 首先你要放棄我們這個 對福克蘭群隊的主權爭索 你是很歡迎你來的 大概是這樣的意思 都多的 其實那裡都幾多 是想宣示自己是屬於英國 例如你剛才說到這幅圖之外 其實我想都代表了 可能都代表了 好像台灣人那樣的心聲 台灣人可能都 對於一般人來說 可能都說 歡迎大陸人 首先你要放棄對大陸的主權申索 不過更甚至台灣是一個國家 還是什麼 福克蘭群島 始終是我屬於A國家 還是屬於B國家 是 起碼在政體上 都沒有一個完整的國家 不是一個完整國家 就是總督的東西 總督就不是你選 一定不是 他都是去英國 但都幾特別 你沒有總督的投票權 但你有公投權 這個都很厲害 作為一個殖民地國家 其實他們的民權都很厲害 其實是 不過很有趣的就是 其實這個地方不是很多人居住 他就算是首都叫Stanley 他的首都Stanley 大約是二千人左右 我記得那時候 不知道看過什麼 其實他也有想過 你對一個海洋國家來說 一個主權國家 他有沒有戰略價值 還是長遠來說 是一個財政負擔呢 英國都要自己考慮 不過很可能 剛好他人人很多 所以財政都相對來說 我看到你在福克蘭群島吃得很好 這個是船上街 都是船上街 你也沒下過船吃東西 我們全部三餐都是船上吃 我們除了三餐之外 還有下午茶 下午茶你可以喝東西 吃餅 蛋糕 其實在福克蘭群島有什麼玩? 福克蘭群島最主要就是 在登岸那裡看 譬如這裡 我們看到它都是一些 以前英國時代遺留的東西 這個是教堂 這些是張 這個不是叫張牙 很特別 其實很不像英國 有它的特色 有的 有的 但裡面你會看到 多多少少有一些 英國的味道 油桶 或者電話停 還有這個是福克蘭群島 它是自己的車牌 F字頭 都很有趣 還有它裡面有 好像是兩家的傳媒 其中一家就是Pinkuin News 說真的 你哪些地方會用Pinkuin News 好有本土特色 這個是真的本土 因為福克蘭群島 其實都會見到很多不同的企鵝 譬如 其實福克蘭群島有10萬人嗎? 沒有 一定沒有 因為剛才也說到 首都大約是2000人 我想10萬是10萬隻企鵝 可能是幾萬而已 好少 我想幾萬都未必有 一萬都未必有 一萬都未必有 可能跟這個 如果是這樣說的 可能跟這個 Greenland差不多 和格陵蘭差不多 可能 都不一定 是啊 去這裏 很多都是這隻品種的企鵝 這種企鵝叫Gentle 我們之後都會見到 幾多是這隻品種 都很可愛 另外在這裏 這個就是國王企鵝 國王企鵝和皇帝企鵝 為什麼會叫國王企鵝呢? 因為還有另外一隻叫皇帝企鵝 皇帝企鵝的外形體是一模一樣的 皇帝企鵝也是我剛才所說 你要去羅斯海那邊入才會見到 最大的分別就是體型再大很多 這隻相對來說就是小隻版 但其實它小隻版一點都不小 例如你那個維他的水樽 我想至少很高到兩個維他的水樽 即是有沒有你的桌子再高一點 再高差不多10 我想這裏這麼高 一個小朋友這麼高 對 而且他們的叫聲也是非常響亮 一隻叫Emperor 一隻叫King 是 這隻King 那隻就是Emperor 他還有很多不同的海鷗 整個海岸都是 嘩 很虛陷 很虛陷 去到真的也是排山倒海 嘩 嘩 這麼有趣 這隻很有趣 這隻如果沒有記錯的名字 好像是叫做 對 對 沒錯 還有Rock Hopper 他的特點 好像他的名字 他在石頭上會跳來跳去去走 這麼有型 對 是跟他的名字 我們最主要就是見到 那他抓地能力很厲害 在石頭上 你最濕的石頭 對 所以很有趣 一邊跳跳跳跳跳 這個就是我們剛才看到的King Pink 這個Emperor 我們再高一點 看不到 你看到他的體型也比較大 而且 毛色也很像 很像 兩隻非常非常像 就算他們嬰兒時的樣子也很像 不過是嬰兒的顏色不同 這隻就是咖啡色 這隻就是灰色 待會看到照片 這隻就是Elderley Elderley 我們這次也很不幸地 應該是會看到 但我們這次也看不到 另外Chinstrap Chinstrap 我們通常去南紀都會看到 但這次我們也是不幸地 那個頭就像這個海豚 對 很有趣 他剛剛有條線 還有默哲倫 我們偶爾看到一兩隻 不過因為我們那時候去到智利 有一個地方 我突然忘記那個地方 可以叫什麼名字 但那裏我們也看到很多的密哲倫企鵝 因為那裏遇著密哲倫海峽 所以都OK East Island 不是 East Island沒有企鵝 是的 跟潘德雷尼娜很近 但那個名字突然之間 我完全不記得 在船上我們也會上課這些課 學一下不同的企鵝有什麼特點 都挺有趣 還有就是我們走那個首都 你留了幾天 福克蘭群島其實不太多人 不太多人 大約兩天左右 對 兩天而已 還有它很有趣 當然夠夠 當然夠 其實我們在福克蘭群島登島 最主要是兩個不同的地方 一邊就是Western 後面最主要是草原等等 我們隨行有一個地理 這個是職員來的 但這個是地理學家來的 他真的會去到 去解釋他的地理到底是怎樣 可能這些叫做 Centimentary Rock等等 他真的會解釋 到底為什麼 當時的地球是那個板塊移動 其實我想知道 你去那邊的團 有百多人 不同的國家人都有 有沒有說哪個國家的人 球之獄特別多 有些國家的人 特別氣 你都不理 你都不理 沒有什麼特別理 我想大家大約都會去聽聽 大家都會表示興趣 都會表示興趣 因為你始終去到那邊的時候 我想你多多少少都知道 想發生什麼事 還有很有趣 那時候去我們看到 有一大團 很大團的台灣人 他其實基本上 都沒什麼特別聽 因為他自己有一團 他自己是一個導遊 那我想自己的導遊 都跟他解釋了很多 還有那個團 真的超級精華豪油團 那當然 因為這個就是 你起碼聽英文 和聽中文的分別 對 如果我們自己本身有個導遊 是講中文的 那我為什麼要聽英文 不過你始終在那邊 聽第一身的資料 真的不同 那也是 因為他真的聘請一些學者 剛才那個地理學家 另外除了我說 剛才三個重量級的嘉賓之外 其實駐船那裡 會有 除了剛才地理學家 還有歷史學家 等等 即是不同這些人 會有生物學家 等等 他會開不同的課程 去講不同的知識 給我們聽 所以是非常之豐富的 不單純純純打卡 不單純純純看企樂 其實是有心會學到很多很多東西 明白 這個彎是 你是不是走山 真的有走山嗎 剛才那位是走一點 走山不會太過誇張 因為有這麼多老人家 那些老人家不是真的走得很遠 但他能去的時候 都會有感性的體力 還有一些地方很坦白說 去到福克蘭幾寒 福克蘭不是很寒 不是很寒 是OK的 例如剛才看到這個地理叔叔 都是穿著這件大衣服 也不是很寒 也不是很誇張 也不是很寒 也不是很寒 有寒冷 有寒冷 我想可能兩三度 我也不太記得 兩三度 兩三度 兩三度其實也不是很寒冷 不算很寒冷 因為他始終還沒去到南極的位置 他近而已 但還沒到 是 是的 福克蘭群島我們大約留了兩天左右 然後就是經過這個Shack Rocks 這個Shack Rocks最主要都是兩塊石頭 這個就是當地的一個景點 是嗎 是的 我們都是在船上看的 其實那個船航行的時候經過 我沒看到 這個特別在擠 這個石其實也不小 還有上面全部都是海鷗 這個就是 要給大家知道那個概念 你看到一點點那些 就不是烏鷹來的 但那些全部是大鳥仔 有很多放大 是的 那些是海鷗 是海鷗來的 但你看到這麼多 現在你這樣縮小去看的話 好像是烏鷹那樣 但如果你說真正的尺寒 其實是很誇張的 至少是手掌那麼大 至少手掌那麼大 對 還有上面白色這些 其實全部都是他們的屎 你說那些小鳥仔手掌那麼大 那些小鳥仔至少 OK 即是麻雀這樣 我想大過 應該是因為至少 大過麻雀 這個尺寸很大 大家 是的 你看到它 我想知道 會不會有人用無人機的地方 那些地方 那時候不流行無人機 是的 六年前 現在會不會禁止別人用 其實我想知道 因為它說是南極的海域 它都不是說 半空空管都不是任由你闖 我猜它會跟別人說 其實 因為它真的 這個地方 它是不同國家的共同領土 好像說那時候 有12個國家簽了條約 就是這樣 互相看著這個地方 即是不會被人任意妄為 OK 大問題就是 你有沒有那個Enforcement的能力 其實是 執法的能力 其實是 即是如果你那個 遊客越來越多的時候 你管不管得住 是嗎 是 還有我想 去搭船的時候 其實就是每一次 下船 出團 坐在索迪之前 那些職員都會跟我們說 哪些要留意 哪些不可以留意 那一定會說聲 即是如果你做些事情 養衰了 之後你還要對著十日八日 是呀 即是你沒有理由這樣放肆 其實就是 有一次就是 剛才我不是說 要插一些旗子 不讓你過的 我們第一天下船 我們都沒有過 只不過差不多走近一點的旗子 我們已經馬上被職員 說 我們不可以過旗子 是嗎 哪些位置有旗子 不是 他會插一些旗子的 我們下去之前 他先插一些旗子 我們要跟那些旗子範圍之內 我們都沒有走到過去 我們差不多走到 靠近旗子位 他們已經被他們學住了 那時候我們跟台灣的人說 怎麼搞的 我們還沒走過去 我們普通話是鬧 以為他聽不到 後來 好像一天之後 就不知聊天 說那隻是海獅還是海狗 然後他就無緣地說 那些書是蟹膏 我們嚇死了 他就說普通話 即是說我們的職員 我們心想死了 我們知道他會聽到 我們罵他 我猜他們也習慣了 其實是對的 要插著旗子 因為始終南極是他們的地方 不是我們的地方 這是可以理解的 有時船上很有趣 有人留意前面會不會有鯨魚 會不會有什麼東西等等 這些大型的海洋生物 如果有的話 他就好像警暴 或者開啟 在船上不知幾點的方向 有海豚出沒 你可以留意一下 所有人就會跑到船尾去看 那也有很多人 其實有百多人 朝著同一個方向去走 對 但不是百多人一起去跑 很多人都叫他去看 那是老人家 所以這個時候 你會發揮你的優勢 對 到後來 但後來我都變了老人家 但又看不到 即是我們跑到過去 都已經不見了 所以要不就要早些報會的好位 是呀 真的 所以 好了 你是不是在說South Georgia 還是我們下次回來說 你想 都好 我們下次回來說 生活態度 就在這裏 HKPeanut.com